金门大桥大金门端的湖浦学区人口激增 明年国小部连同幼儿园超过300人 县府赤资6532万元新建幼儿园教学大楼 美轮美奂的外观和先进设备受到相亲的期待 那服务货资工程呢目前核定的完工进度去到今年的5月3号 厂商是有人误问说可能还有展业工业的部分 我们请他与证据来检查 那这个工程的金额大概是6532万元 整个楼地板面积是21125万公尺左右 那从整个室内配置呢目前是包含6间 幼儿园教学教室以及2间一般教室 那多东西教室跟办公室还有厨房是各一间 21号杨正吾县长和公务处处长许洪志 教育处处长罗德水 还有校长蔡玉县等人 在现场会刊之后表示 湖浦学区的人口逐年的攀升 湖浦呢近年来是一个人口一路区 所以这一区的学年儿童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所以整个校园的用地呢 整个校园的用地还有空间 都面临了一些比较局处不足 那我们也因此有这个新建工程 那这个新建工程呢 有很多学区里面的孩子 都在等着这个新建工程 在暑假过后能够启用 也就是这个新大楼能够启用 那随着启用 不管是幼稚园或者是国小部 都可以有遭受更多的学生 那同时明年也会配合政策 会有两班的两岁幼幼班 在湖浦国小来开始招生 所以这一个新建工程 代表的是整个湖浦一路区 这一些学区儿童 学龄儿童 他入学的一个保障 105学年度 国小部是六班 和幼儿园是两班 学生总人数是只有97人 111学年度再新增 两岁的幼幼班 预计学生人数将突破300人 暑假到了也就意味着 招生季节要到了 所以也是整个周边区域 所有家长最关切的 因为一旦这个大楼的进度 如果不理想的话 整个孩子的这个受教的 这个状况全部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今天特地过来呢 也是特地过来看这个进度 那么也非常欣慰的是 今天我们看到现场 在公务处以及我们厂商的 合作跟协调之下 目前的进度都按照预期 应该能够在新的学年度 就开始来招生 这是我们今天来看 比较放心的一点 那同时呢 今天过来还很重要的 就是来看说 整个工地安全的管理 因为其实很多工地安全的管理 随着工程的进度 越来越接近尾声 很多现场工地的管理 有时候就会相对 比较没有那么严谨 那公共工程在工地管理的部分 常常一个不小心 就会酿成很大的后果 所以今天也是特地过来 一方面来看看工地现场的管理 二方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 现场的厂商 工地安全的管理 哪怕到最后一刻都不能够松懈 公务处也表示 互补国小学生人数快速地增加 教学的空间已经不符使用 幼儿教学的空间 只能暂借国小部的音乐 美劳专科教室 还有图书室来使用 相对排挤国小部教学的空间 在幼儿园新建的教学大楼 完工启用之后 将可以得到马上的改善 对提升教学品质会有很大的帮助 教学生人数快速地增加